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我现在正在准备切管子 这个管子是用来做鱼池上方 那个过滤池的通水管用的 在这里我要温馨提醒一下 如果不会用这个手磨机的 就千万不要轻易的模仿咯 这个机器挺危险的 虽然亲自动手乐趣多 但是我们安全还是更重要 我以前是用过这种工具的 所以我不怕 但是我也不熟练 切的管子也不是很平整 切完以后需要把不平整的地方 给它稍微打磨一下 就可以了 我是切高兴了吗 本来我只用16个的 结果我把一个管子全部给切完了 有22个了 我这是在浪费材料 不过也没关系 以后可以用它来做控根管 好了切完了 看看我的头发 全部都是灰 我身上全是灰 还有我的鞋子看看 全部都是灰 好多灰是不是 这个PVC的管子 它切了之后会有很多的灰尘 特别是如果再打磨一下的话 它就灰尘很多 应该戴个口罩的 我忘记了 管子切完了 天也快黑了 看看 现在外面还在下雨 今天都下一天了 如果不下雨的话 这个鱼尺的瓷砖都应该贴的差不多了 可是 雨一直下 气氛不算融洽 气死我了 这边是我买的管子 本来是准备把它全部接上 放到上面的过滤尺里面去的 但是一直下雨没有办法接 只好拿了一根管子到楼下去切了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这个砖的颜色 特别难看呢 买砖的时候单看一块 我觉得颜色还挺清爽的 现在贴成一片了 我觉得好难看呢 既然已经这样了 就凑合吧 下雨什么也干不了 只好回家喽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喜欢我就关注我 给我点赞喽